今天是來到加拿大的第一天早晨 昨天到加拿大的時候已經半夜四點了 然後起來吃個早餐其實沒有睡太多 但是心情... 我的影片不知道為什麼都自己截斷了後半段 我最後想說的是心情非常讚 恐龍屁屁 Hello 小恐龍 怎麼一臉看到帥哥的臉呢